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一惊一乍 坐视三分钟热度的灵月倒是挺互补的 在相处的过程中也能容忍灵月的小脾气和小性子 灵月觉得和她在一起有种很踏实的感觉 但浪漫是真不浪漫 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浪漫又不能当饭吃 就这样灵月和杨涛处了半年多就结婚了 婚后那些曾经以为不重要的适和感觉分治踏来 杨涛心系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 每天她都在掐纸计算收支情况 不管买什么东西都力求低价或性价比最高 有一次夫妻俩到外面逛街 回城时灵月看到路旁的奶茶店 咽了咽口水说渴 嗯 我也渴 杨涛说完竟没有下文了 继续目不斜视地往前走 灵月气得直跳脚 大喊 我渴了 想喝奶茶 就快到家了 咱们回去喝水就好了 杨涛淡淡地回应 水太热了 不解渴 不会啊 早上我装好了一壶凉白开 还放了一部分到冰箱里 你想喝冰的 常温的 热的 都有 看着杨涛那副自得其乐的模样 灵月翻了个白眼 彻底无语 还有一次 灵月心血来潮 想去看一场电影 杨涛却嫌到现场买票太贵 非要在网上找团购 东找找西看看 结果就错过了时间 走在回家的路上 灵月的每一步都踏着怒气 杨涛急忙跑来哄她 改天 改天一定去 灵月怒目原睁 那你说 改天怎么办这事 杨涛指天诗日 改天我一定提前买好团购票 灵月差点气晕过去 杨涛对自己也极其抠 一条西裤穿到臀部 磨出两团白印子了 还不肯扔掉 灵月看不下去了 给她买了两条新裤子 她笑呵呵地接过 但那条旧裤子依然不退休 直到那天 灵月听到邻居 偷偷取笑杨涛的裤子 终于忍不住拿起剪刀 手起刀落 将那条裤子大卸八块 杨涛倒也不恼 只是孽如刀 不穿就不穿嘛 干嘛使用暴力呢 当然这都是生活中的小事 但这些小事堆积起来 就成了灵月的心事 其实最让灵月受不了的 是杨涛对灵月的妈妈不够大方 灵月来自单亲家庭 梅秀群身体又不太好 每次去探望梅秀群 灵月都希望给妈妈一些钱 而杨涛总是与她讨价还价 这让灵月觉得很受伤 这次灵月离家出走 并提出离婚 也是由这件事引起的 灵月建议给她妈三千元 杨涛说给钱可以 但是希望可以少给一点 她这个月请假好多次 工资少了很多 谁让你请那么多天假啊 灵月大声喊起来 随后两人就吵起来了 灵月拎着简单的行李 回了娘家 看着那张存着二十万元的银行卡 不禁对杨涛升起一股恨意 灵月虽然不管钱 但她约莫知道 他们大概有四十万家币 都闹离婚了 杨涛心里还想着钱 还公平地把一半钱分给她 这让灵月心里觉得糟糕透了 这个男人真的理性到冷漠 怎么婚前就没看出来呢 怎么觉得他婚前 好像不是这样的呢 灵月心乱如麻 回家后灵月被亲妈一顿数落 才结婚多久就闹离婚 你这死丫头 杨涛多好呀 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正在喝水的灵月 立马被呛到了 她这么好 要不您跟她过 静说胡话 灵妈妈生气地回房了 在娘家的日子 其实并不好过 灵月第二天开始就要包揽大大小小的家务活 这时她终于深切地体会 什么叫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妈 你可真的一点也不疼吸你女儿咬 灵月拖完地后 把拖把一扔 整个人摊在了沙发上 灵妈妈一边磕瓜子 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 莲香西域的事交给男人做 你在我这儿住可不能白住啊 休息十分钟你给我做饭去 灵月雨塞 忍不住想起了杨涛的好 杨涛抠是抠了点 但人家好歹是家务全包的呀 自从出嫁后 灵月可以说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 想到这里她不禁滑拉手机 三天过去了 杨涛依然不联系她 难道她真想离婚 灵月气鼓鼓地把手机丢一旁去 更可气的是亲妈根本不给她好脸色看 也不过问她闹离婚的事 只是不停地让她干活 这是亲妈干的事吗 就这样 灵月在娘家度过了苦不堪言的一个星期后 傍晚吃饭时 灵妈妈嘟囔一声 这鸡蛋羹做得一点也不嫩呀 话音刚落 灵月就咆哮起来了 不想吃就算了 杨涛从来不会这样找茬 是啊 灵月难得下厨做饭 杨涛总是舔着笑脸 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的 冯管做得多难吃 既然杨涛那么好 咋还闹离婚呢 灵妈妈放下碗筷 静静地看着灵月 灵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所有的委屈伴随着眼泪汹涌而出 雨无伦次地数落杨涛 是典型的金牛座 抠门又冷漠 而且倔强 分开那么久 都不来求和 我最受不了的是 她对你也那么抠门 连三千块钱都不肯给你 而你还处处帮着她说话 处处为难我 灵月知道 一旦捅破这层窗户纸 从前稳定的三角关系将被打破 但此刻终于还是没忍住 她愣愣地站在餐桌前 看到亲妈的嘴唇和手都在微微发抖 脸色也发生了变化 月月 你终于说出来了 灵妈妈常常地疏离一口气 原来 灵妈妈在灵月第一天回娘家时 就躲进房里给杨涛打电话了解情况了 是她故意刁难灵月的 也是她让杨涛不急着联系灵月的 她希望灵月能自己意识到杨涛的好 与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她更希望灵月能将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主动说出来 将压抑的情绪宣泄出来 月 妈不懂什么金牛做金马做男人 只知道人无完人 杨涛父母去得早 把钱看得重一点 在我看来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你说 她不肯给我三千块钱 灵妈妈顿了顿 闪身进屋取出一张银行卡 有一回 灵月到外地出差 灵妈妈突然发病 杨涛送她去医院住了两天 以防灵月担心 杨涛没把这事告诉灵月 出院后 杨涛还把一张银行卡交给灵妈妈 以便不时之需 后来我特意查了一下里面有多少钱 梅秀群看了一眼灵月 问 你猜卡里有多少钱 灵月呆呆地摇头 二十万 灵月和当时的灵妈妈一样 震惊不已 灵妈妈便打电话给杨涛 问怎么回事 杨涛却笑着说 夫妻共同财产本就有月月的一半 嫌多就当帮月月存钱吧 不过千万别告诉月月 免得她以为你病得严重 担心 原来 灵月回娘家前 杨涛交给她的二十万 不是一半钱 而是全部 可是灵月心里还是有一根刺 在杨涛接她回家后 她嘟着嘴责怪她 轻易答应和她离婚 因为当时我也在生气啊 我气你一点也不关心我 我说上个月请假次数太多 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会请假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责骂 杨涛叹了口气 递给灵月若干分体检报告 灵月红着脸翻看那些体检报告 原来 杨涛偶然检查出脑垂体 那里长了一个肿瘤 她吓得不轻 于是去各大医院确认病情 幸好最后证实肿瘤是良性的 转为恶性肿瘤的几率近乎零 灵月从红着脸变为红着眼 继而眼泪汪汪地抱住杨涛 此时无言胜千言 在婚姻中 第一要物是相信你的伴侣 因为你得相信自己的眼光 要是不相信自己的眼光 请停止迈向婚姻的步伐 第二要物是关心你的伴侣 让婚姻长治久安 没事儿都过去了 杨涛摸摸灵月的头 灵月拨弄着杨涛的头发 但是你还是有点抠 是是是 以后你监督我 我改 我慢慢改 人家都说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你是个抠门的金牛座 我看不好改 金牛座 杨涛愣了半晌 他从不关心星座 问灵月怎么知道的 灵月说 你身份证上写着呢 5月3号出生 那就是金牛座呀 杨涛恍然大悟 好像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又说 可我是6月3号出生的 当时我出生时 我爸妈没在家 他给我上户口时 记错日期了 啊 灵月失笑 笑得直不起腰来 日复一日 过起了两个人的小日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